欢迎收看1月份的主题影音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 2023年12星座的转职建议 我相信到了年底跟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会非常关心这个议题 那么基本上来看 我觉得在2023年 一定有很多很多朋友想换工作 因为其实在整个星象上面 有很多的变化 而变化就带动我们人 在内心跟外在有不一样的需求 所以2023年的确很多人会 可能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 叫转职 但是我觉得转职有的时候 也不见得是真的离开一个公司 有可能是在公司内部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留意 会注意的一个部分 那么来先从几个层面来讨论它 第一个就是到底2023年 哪些星座容易转职 那么首先如果你是想转职的朋友 我觉得只要你是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火象以及风象星座 包括了白羊 狮子 射手 还有这个双子 天秤 以及水瓶座朋友 就非常适合在上半年换工作 那么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 在水象或土象的朋友 包括了巨蟹 天蝎 还有双鱼 以及金牛处女还有摩羯座的朋友 就很适合在下半年换工作 这是第一点 但是整体来看 这些星座里面 我觉得很容易有换工作机会的 第一个是金牛座 因为金牛座在今年2023年 沐昕跟天王星会在5月17号开始进入金牛座 而且冥王星有些影响 所以很容易有想要做一些突破跟转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族群 比较容易有想换工作机会 包括了变动星座 以及世座 还有天秤座朋友 变动星座包括的是 像双子 射手 处女 双鱼 因为刚好流年的土星跟海王星 进入了双鱼座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族群来讲 它容易接到一个新的任务 新的一些责任 如果你是换工作 包括换公司或是换部门 或者是临危寿命怎么样 当然有可能就有换工作机会 那么再来就是刚刚讲到狮子座 狮子座是很容易有老板 或是高层公司的一个变化 所以有可能你需要转换工作 也有可能是你必须在现有的工作里面 做一些进化 调整自己的工作属性或学新东西 那么天秤座则是在今年2023年 有很多新的朋友 新的机会等着你 那么第三名就是白羊座 还有巨蟹以及天蝎座的朋友 也是容易有想要做一些新的转换 特别是工作上有好的成长机会 另外我们没有讲到的 上升或太阳在摩羯跟水瓶座朋友 其实2023跟2024都有可能一些转换 因为冥王星在做这个移转 那么当然就可能带来的就是 你有机会你想尝试但没尝试 最后才尝试 也可能你尝试之后又做调整 所以大家似乎都有一些机会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再来呢 你如何提高你的这个离职的机会 我觉得要优先布局 我们来谈谈大家容易 这个工作有一个比较确立的时间点 首先如果你是上升 我们看的是上升星座 如果你的上升在火象星座 包括上升在白羊狮子或射手 那么你很容易就会在 这个土象星座月份确立工作 比方说也许我们看影片当下 你已经决定了 因为是摩羯座的月份要决定的 或是金牛座的月份 以及呢可能是处女座的月份 那么就是四月底五月 还有呢这个八月底跟九月 再来呢如果你是上升 在这个土象星座 包括金牛处女 还有这个摩羯座 那么你比较容易确立的 这个工作时间点 容易会在风象星座的月份 包括了像是水瓶座的月份 例如过年之后了 还有呢这个双子座的月份 五月底六月 以及呢在这个秋天 秋分之后九月底十月的时候 特别容易拍板定案 大家不要在拍板定案的 这个月份才开始找工作 你一定要把预备工作往前推 所以呢像上升 你如果是在风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双子天秤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像是在这个什么 水象星座的月份 包括了巨蟹天蝎 以及双鱼座的月份 你就容易拍板定案 所以就是二月底三月啦 或者是这个六月底 这个七月啦 还有呢就是这个双鱼座的月份 就是二月底三月 天蝎座的月份是十月底到十一月 等等等的时间 你容易拍板定案 所以你应该要把时间 往前调去做准备 最后呢是上升 如果是在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巨蟹天蝎 以及双鱼座 那么你容易要拍板定案的时间呢 会是在这个火象星座的月份 比方说白羊座的月份 士座的月份 或者是射手座的月份 例如三月底到四月 或者是七月底到八月 以及呢这个十一月底到十二月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时间的管理 来提高自己 就是容易离职成功 转职成功的机会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这几个月 去面试你觉得 你喜欢的工作也不一定 那么这些条件看完之后呢 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想问我 老师啊 我到底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呢我们詹音学啊 在找职业的时候呢 是非常需要看几个条件的 在工作选择上 我们会看的是行星的能量 而不是星座的能量哦 那么星座的能量 代表的是 我们可能在工作当中 去发挥怎么样的一个能量 去满足自己 或者是影响别人 当然是可以参考的 比方说水象星座 喜欢关心照顾 还有整合一个系统 然后有自己人的感觉 那么火象星座喜欢 自己做得很开心 有发挥创造力的机会 或者是被人注意 有领导权 图象星座需要有具体的一个成果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做了什么 什么时候会得到什么 有这个往上爬的架构性的一个规划 那么风象星座 喜欢概念性的事情 或者是可以跟人交流互动 能够学到东西很有趣的感觉 这是一个参考 不过呢 行星讲的是呢 日月水晶火木土 这些行星哦 比方说 可能你的命盘里面 职业的星跟太阳有关 那你就很适合做什么领导人物啦 或者是你喜欢做这个明星啦 或是你想从政啦 或者是你即便你当一个老师 要去领导 或是让大家注意到你 你要讲话 变成众人的焦点 这些都跟太阳的能量有关 那同时呢 太阳可能也代表是恢复活力 所以像一些医生啊 或者是一些药物相关的 这些产业或工作 它也会跟太阳有关 像火星 它可能就是代表的是军警啊 你需要花费这个劳力的 或者是需要一些专业技能的 也可能跟硬体有关 像我有一些客户 它这个事业跟火星 是结构在一起的 它可能是硬体工程师 它也可能是这个 卖灭火器的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这个占星的命盘里面 它会要看的是行星 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呢 可能在未来我们的 也许后面有些影集 或者是呢 我们有一些课程的部分 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 那就透过星座 加上行星的力量 才能够真正去找到 我们可以发挥 事业的一些可能的途径 但是大家别忘了 因为现在的社会呢 工作百百种 我们的工作 不会只有一个行星的能量 它往往会有很多元素的 夹杂 所以这些部分就是占星学 非常有趣好玩的部分 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我们可以一一跟大家介绍 以上呢就是我们一月份的影音部分了 希望呢有回答到大家的一些 想要问的问题 或是有一些新的收获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